陳浩和岑麗香出席藝術體驗館開幕 活動還邀請多位小朋友參與 咦 香香都結婚一段時間 何時做人 都努力中的 這段時間也有時間去休息 調起身體 都隨時準備的 努力中 至於說到老婆陳一薇 早前就投訴陳浩 整天在外地工作 更通緝她回香港 當然最理想日來是香港 但有時都是DEPEND 看我工作屬於外地 始終她都明白我是一個演員 看看那個工作需要 所以Amy都忍不住 要帶三位小朋友來台灣探你班 又不是探班 剛巧去台灣那邊玩 趁我不用拍的時候 就過去陪他們 叫她過來探班又沒有特別 因為我跟她說 現在我們一家大小去到哪裡 都勞私動眾 成對軍隊 變成我不想打擾我們拍攝的團隊 也很難搞 剛巧我去到台灣 首個星期 他們過了三四天 帶他們去動物園 昆蟲館 這裡玩 那裡玩 剛巧我的小孩子在學中文 最巧這個時候 在一個全國語的地方 比如說阿唐 對他們現在 就是這樣說 以前在家裡 我們迫他們看一些 國語的卡通片 誰都不肯看 但是現在呢 開始喜歡了 那就證明了 他們的中文 某程度上是進步了 現在大只懂得 唱國語歌 其實大家見到很安慰